不懂 你自己曾经讲过说 柯文哲这是天才 他发明了一件事情 他把整个竞选总部 变成洗钱中心 他把很多的黑钱 脏钱不能用的钱 我就透过选举 用过政治现金 我用大家的捐款 我把你慢慢洗白 洗成干净的 我就可以处理了 本来以为说 这个钱怎么办 洗成钱 我把你找到的地方 藏起来 可是今天 从橘子家的 所谓的信托专户 他才在 赫然发生一件事 不是 他可能不只是洗成钱 他有可能把洗成 洗成房子 洗成佩奇最喜欢的样子 他只要把它存在 信托公司 信托专户 谁都不知道了 因为这样子 他有两端嘛 一端就是进账嘛 进账的部分 就是把黑钱 脏钱 经过进总以后 洗出来 变成干净的钱 干净的钱 进总啊 那变成他募的款金额 他怎么办呢 他就用开销 用买发票 假发票的方式 转到他其他的各方面去 其中一个是木可公司嘛 难怪他所有东西都比人家贵 十倍百倍 所以他有第二段就是消化 第一段就是说 第一段是进入 对 它是存入 然后洗干净 洗衣机洗干净 第二段是去化 那把那个钱去化掉 去化木可公司是一个方向 还有一个东西啊 他购买不动产也是个方向 对 那购买不动产的话呢 我曾经在台开当过负责人嘛 这个叫做财产信托 财产信托 财产信托 基本上我们在台湾的法令啊 就有个人信托就可以了 就不用透过金融机构 就是个人跟个人 所以他就找这个橘子 这个家里面非常有钱的人 然后自己名下 已经被信托了很多资产 所以橘子有可能 已经帮他尝立了很多 柯文哲的不动产 那你外面看不出来 外面看不出来吗 简单一查就知道了 可是第一层看不到 因为我们看到 我们查资产 查什么东西 查土地成本嘛 先查成本 那这层成本是第二层的成本 因为你看到成本上面登记的是 某某是什么 信托 信托多少 不动产做到哪里 你看不懂 但你要把这个东西 要再往下追踪的话 要得到的举止的授权 亲自的签字授权 要信托专户的授权 才能够掉第二层的成本 那个成本是掉不到的 一般人掉不到的 所以就可以藏起来了 就可以藏起来了 那检调应该不需要授权 他应该可以看得到那个资讯 因为从金融的 从这个防大法令上面去看的话 我觉得调查局是有能力 看到第二层的东西的 所以他现在讲的是说 他最惨的这个问题 还没开始出现 所以他到底藏多少钱 我们不知道 你知道吧 可是他现在要回避的就是 贪污资罪条例的收贿罪这部分 然后他图利的部分要跟你对抗 所以他整个事件 他就把你整个引导成一个政治的对抗 所以我们现在看起来的话 有两个关键 在他这边来讲的话 有两个关键人 外面有一个关键人 一个第一号人物是谁 就是沈庆军 第二号人物是许文中 李文中 第三号人物就是橘子 那橘子怎么会跑掉 我就觉得这个荒谬 他怎么会在应小微前一天跑掉 是谁叫橘子跑掉 没错 你昨天讲 你昨天就猜测说应小微 如果橘子跟应小微同时跑掉 那就不是沈庆军力能通天 不是通知沈庆军 而是通知柯文哲 所以柯文哲先叫橘子跑掉 再通知沈庆军 沈庆军再去通知应小微 就慢一天了 不是不是 应小微跑掉的原因 跟柯文哲无关 因为这个沈庆军已经收到传票 9月5号开庭 所以沈庆军拿传票之后 就叫应小微跑了 但是这个因为有传票在手上 可是橘子这个不是 橘子这个事情来讲的话 应该是 一定是柯文哲叫他走 对 柯文哲叫他走 他办的是学生的一个签证 换言之长有点时间 他在日本停留的时间要长 他要有学校的证明 所以橘子要跑掉这个事情 已经花了一两个月的筹备了 有准备的 这不是随便的 所以我就回到另外一个概念 就是说当时在法务部 或是在检调机关里面 有柯文哲的宪明 有柯文哲 当然了一定有人 都什么时候还有柯文哲的宪明 就是有内场 里面里面有人 就是检调 北一检调这边有人 透露情报给柯文哲 柯文哲在叫橘子跑掉 这个逻辑是这样来的 那今天橘子也谈了一个消息 他愿意接受 这个远端的征讯 他不愿意回来征讯 所以换言之上橘子 主要是有东西的 对 那橘子知道 那橘子为什么不敢回来 为什么不敢回来 我跟你保证回来一定收押 你不看到那个高雄那个市议员 对 你一跑 我跟你讲 回来一定收押 谈都不要谈 这个不是叫逃亡之余 有逃亡的事实 所以橘子一定收押 对 他不可能回来了 可是徐人说我是无故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 没有用了 来不及了 他有可能 可是因为橘子加是背景 他有可能有其他国家的身份证 所以可能台湾通缉不了他 他有其他的东西 但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并不是 他并不是说橘子一个人就可以 一手遮天 关键还有李文中 还有沈建金 所以他说 还会有更惨的没有出现 因为这个爬出出来的东西 不见了橘子在 对 只是因为台湾是 我们房地产以登记为准 登记为准的东西 我们的登记的资料是全世界 算是非常完整的国家 对 我们的土地跟建筑物的登记资料 登记得非常详实 一点都不会漏掉 所以柯文哲如果是透过 信托的方式 房地产 或其他任何的方式 要来隐匿的话 困难度非常高 所以我觉得橘子不见得要回来 但他能够跑掉这个事情 逐渐到逐渐我们的北柬 在初期办案的时候 有人透露消息给柯文哲 我都高度怀疑 对 那是谁 这个也无可考 也查不出来 但是柯文哲现在决定的方式 并没有改变 他跟你对抗到底 所以他透过他的律舰 他亲自部署 亲自指挥 然后再交代这个周宇修秘书长 做他的作战司令部 所以他到处再现一波 更大量的一个群众运动的抗争 抗争目的是什么 11月5号 他要能够出来 他要能够出来是最重要的 那他如果不能 可是他一出来的话 会变成怎么样呢 那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办得不好的话 他就会选到2028了 他选到2028的话 我们赖赏可能在吗 要头痛了 我觉得赖赏应该面临到一个 非常大的考验 好 走 我们看到今天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消息 是大家突然听取 智瑶公司居然在10月7号结束 好 那一个公司结束 他本来就说要结束啊 那为什么在10月7号结束的时候 你说非比寻常 因为在上礼拜的我们讲 上上礼拜 这样的一再传出来说 已经查到海外金流了 所以查到海外金流的时候 唯一能够去办海外金流的 只有谁 只有调局 所以调局的海外金流查的户 开始启动了 可是调局之前是被挡在外面的 调局本来认为说你被缴械了 本来这个案子是由北检跟连政署 跟这个调局没有关的 可是让调查局进来了后 就代表调局能够办金流了 调局可以办金流的时候 你说制谣公司 这个时候取 这个时候结束就耐人许位 而且制谣公司一结束之后 马上就传出来说 最核心的人物橘子跑掉了 保洁我认为 柯文哲并没有坐以待毙 为什么呢 你看今天传出最新的消息是 10月7号的时候 制谣公司结束了 好那为什么我说 柯文哲没有坐以待毙 他还在出招 为什么还在出招 保洁他为什么要把 制谣公司结束 为什么 因为调查局已经进来了 调局进来了 对因为调查局是专门查什么 金流嘛 你看前几个礼拜 我们不是输了吗 他已经启动了要查 所谓海外的账户的一些 洗钱的这个专案吗 他要查你的金流 所以你要查金流的时候 柯文哲这一方知道说 哇调查局进来说 我要小心 因为你真的很会查金流 所以我赶快在这个时候 能够快到转乱马 把制谣公司给他结束掉 那为什么制谣公司结束 可是你说不对啊 为什么木可没有结束 简单 因为制谣公司目前为止 他的财务相当的简单 他负责人可以不用回来 他只要三分之二的股东说 我要结束 因为没有任何要清场的东西 就直接可以把它结束掉 所以这个很快就给你结束 所以你说照样讲说 这个制谣公司应该是负责人 是柯文哲的儿子柯富瑶 柯富瑶看起来并没有回到台湾 就算你没有回到台湾 公司也可以结束 代表实际掌权的人 实际的股东 他其实在台湾 也就是说现在的这个股东 他是还在外面的 那很有可能就是 这个所谓陈沛琪 对耶 只有陈沛琪有办法结束这个公司 所以简单 所以陈文哲也进去了 所以我就跟你说 简单说是柯文哲这边 没有坐以待毙 他还在想办法 在把这个很多证据 把他掩灭掉 对我就把制谣公司结束掉 好那为什么是 10月7号这个时间点呢 因为为什么 隔一天的时候报导 抱歉隔一天报导什么 我们知道说 原来有橘子这个人 对 那橘子这个人现在人在台湾 台湾 台湾 台湾的时候 那这个资料公司的 这个所谓负责人是谁 柯富瑶 他在哪里 日本 好也就是说 柯文哲方面知道说 糟糕 媒体要报导出来 如果两个年假一起 那还得了 我赶快前一天 而且调查局要查我 我赶快把它结束掉 对 一刀两断的 把这个资料公司结束掉 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我才说 柯富瑶这边 没有坐以待毙 他还在跟检调 在斗法的一个状况 而且在建州刊 这个新闻发布的时候 你更可以看出来说 这个消息有走漏的嫌疑 没错 为什么讲说 这个消息有走漏的嫌疑 是因为 刚才讲 今天橘子的这条新闻 是10月8号 对 可是在10月7号的晚上 就已经有媒体说 周刊即将报导 橘子出国的消息 是的 其实那样是 除了柯文哲核心人物以外 其实在外面 对橘子并不熟悉 怎么会这个时刻 突然丢出来 代表早就有人通风报信 对 没错 好 那我们就讲 橘子为什么很重要 保健 你简单来看 这治疗公司来说话 跟橘子家族 好像完全连在一起 你看 治疗公司的这个结束 隔一天就报导出橘子 这个橘子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来看 治疗公司什么时候成立的 它是在今年的5月15号成立的 但如果你把它跟橘子家族 可以连在一起 保健身上 5月10号的时候 柯文哲不是买了商办吗 就5月15号的时候 这个慧珍不是查出来吗 许子媒的妈妈杜翠玉 她不是受托专户 变更登记吗 对 所以说两个 变更登记完之后 治疗公司就成立 然后警戒下 严峰不是就提报说 4300万的这个所谓商办 目前为止的这个事情 就被提报 虽然两个时间点 是可以连在一起 然后结果它的结束的时间点 居然跟橘子家族 又有相关 所以你让他说 这个好像很多巧合在这里面 好的 我刚才讲到的 你今天的这个买 4300万买商办 跟你这个橘子的妈妈杜翠玉 搞了一个信托专户的 变更登记有什么关系 后来我们去查了才知道说 如果我刚才讲 那真的是慢了一步 如果当时柯文哲 把这个4300万的商办 直接交付了这个信托 交给杜翠玉 这个信托专户的话 你在所有的证件上 你只可以看到 杜翠玉的这个信托公司 你看不到柯文哲 所以大家在质疑说 你柯文哲到底买了一个房子 还是有买第二个 还是有买第三个 你跟杜家的关系 到底如何 对 所以这是 我相信检调 目前为止也要查 这样一个情形 好 那除了检调 继续查这个橘子 跟柯文哲家族的问题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 今天的这个所谓调查局 又约谈了什么 这个木可 还有众望基金会的 等10名的证人 他开始查这个政治现金案 已经查到谁 周虞修还有戴玉文都去了 所以告诉你什么 现在是要摸金流 我除了目前为止的金华城 除了目前为止的很多案子之外 你的整个 众望基金会 木可里面的钱 我要给你摸了透透的一个状况 而且现在越惨越觉得 这个橘子家也太神秘了 今天甚至传出一个消息说 橘子家的人 甚至他的舅舅说 他们有去跟橘子联络 希望他早点回来 他说 现在橘子家的一般亲人 竟然联络不到橘子 对 没错 这是很怪的事 对 也就是说橘子这一次来说的话 简单肩负了太多 这个柯文哲的秘密 那我们就讲嘛 事实上我就说 这个如果你把时序 再把它拆开来看的话 你看买商办之后 几天的时间点 橘子的妈妈的变更 这个信托转户 然后没多久 又成立这个治疗公司 紧接下来的话 严峰踢爆 这个所谓他的这个买 这个买所谓商办这件事 然后紧接下来 10月7号 治疗公司协赛 然后10月8号来说的话 橘子就被报道潜逃出国 虽然橘子跟这个柯文哲的 这个治疗公司 好像两个是完全连在一起 所以才说 这里面或许有更多内幕的消息 我们可以查下去 如果现在回到过台来看 这个五月就太耐人询问了 因为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这里 这五月刚好发生什么 刚好政权从蔡英文 交到了赖清德手上 从蔡英文交到赖清德手上 我们刚刚讲到柯文哲是有内线 柯文哲是有讯息 柯文哲发现不对之后 就开始藏钱了 对 没错 事实上在总统大选完之后 事实上这些案子来说 我认为检调应该老早就有掌握到一些讯息 但是为什么没有办呢 现在很多人就说 搞不好是蔡英文总统了 事实上当时对于柯文哲并不想追杀 所以事实上你就知道 他们这个钱后来 你看五月多开始的时候 这个他就开始在买 这个陈培起在看上亿的豪宅 然后紧接下来 五月十六就开始在开这个制疗公司 然后又买了四千三百万的这个商办 都在五月多的这个时间点 也就是在政党轮替之前 他做了这么 在赖总统上任之前 做了这么多的动作 结果没想到赖总统一上任之后 整个话锋完全转变 所以我才说 如果你从现阶段 柯文哲还在跟检调 在斗法的过程里面 你就知道说 他们或许到目前为止 还是有一些人 知道内部怎么去办案的这个状况 所以怎么会 目前为止 在把这个十月七号 会把制疗公司给结束掉的一个状况 好 爷们刚才讲 今天大家不知道 怎么突然发现 十月七号的时候 制疗公司已经结束了 制疗公司结束 它是在5月16号成立的 5月16号成立之前 然后在前一天也一样 橘子的妈妈 去做了一个信托专户的变更登记 变更登记的5月10号 柯文哲花了4300万买商办 是你妈踢爆的 这个时候我们在想 那你买商办 跟这个信托专户有什么关系 你特别去查了 如果今天 因为他当时没有马上 把这个4300万转给的 这个所谓的信托登记 如果他当时转给信托登记 你是查不到的 是没有任何资料的 是依据我们地震局的规定 因为当时我在踢爆他的商办 这件事情掉的是 二类腾本吧 如果假设柯文哲买了 过户了 就直接把这个信托 受托人 给杜翠玉 给杜翠玉 或者他妈妈 我告诉大家 这个二类腾本的所有权人 就会变成他的名字 杜某某某或者是许某某 我可能就查不到 柯某某这个名字 当时我是比对是柯某某 然后跟他们家的住址 身份证 对不对 所以代表什么 如果假设五月他买 然后登记在他自己的名下 却把他信托 我告诉大家 柯文哲是可以一手遮天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我再补充一下 今天不管是橘子 或者是橘子妈妈的 两个信托专户 他都有一个重要就是 不动产的租赁转让 不动产就代表 我是专门做事 你把不动产信托给我 信托给我 我带你来管理 这中间也太巧了 而且你如果买 你真的有买任何的房子 你交给他们家 去信托管理的话 外界是从所有的公开资料 里面是查不到的 对 所以如果即使他登记给 柯文哲的儿子女儿 其实这个都有可能可以查到 但是如果信托出去 给橘子或橘子的妈妈 或者是他们的家族 是查不到的 所以信托这么重要 没错 所以当时大家不是在想说 他不要忘记 柯文哲他们是从五月 买了这个商办之后 陈佩琪还在干嘛 还在看房子 晚风许许 隐隐没事情的时候 就在看房子 而且看的都是豪宅 那现在大家也会担心说 你五月举止就已经在开始启动 所谓的信托专户的变更登记了 那会不会五月一直到八月 因为当时是因为 踢爆政治现金了之后 他才不敢再去看房子嘛 那从五月到八月 大家都在怀疑 柯文哲你们两夫妻 还有没有买其他的房子 还是已经买了 却已经信托了 这个是现在我们查不到的哦 你说信托就查不到了 对那这个检调单位 我相信他们也会一一的来把它查清楚 那像昨天包含约谈的戴宇文 周渔修这个显见什么 显见整个民众党 当然人家北基站是要勾机金流的部分嘛 那现在民众党我说啦 就是我双双倒 我叮到四股肉啦 你看他们昨天在这个 西门町前面办的这个活动 我掉了相关的资料 你知道多好笑吗 多好笑 他们去申请哦 民众党对馆长跟黄国枪没有信心耶 他们申请入选还有预估人数 多少人 200人 200人 所以你在西门町6号出口捷运站 你自己预估的人数200人 所以他们心里的底部是200人就很多了 对你整个民众党精英出境了 结果现场500人 而且那个很多都是路过包含工作人员 对 线上多少1000人 所以我就说民众党你们现在 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边 然后再来他们还敢自己放消息 宝洁哥 你记得昨天哦 他们就自己放媒体说 已经检调单位这个调查局 要来搜索我们众旺基金会了 所以你刚刚讲 为什么举止会知道说 我在8月27号的时候 所以他们昨天就知道众旺基金会 今天会不会自己约谈了 对啊 他昨天就自己放消息了 他们真的有内线 那你看他说今天是不是马上被约谈了 对 终于就马上被约谈了 所以所有那么巧的事情 都会发生在民众党的身上 那个举止8月27 赶快跑去日本嘛 硬小威8月28 企图想要闯关后来被拦下来 后来柯文哲8月29 开记者会说他 那个暂时请假党主席 大家不要忘记 陈佩奇他买了机票 8月30号要去美国 要带他的小孩说要去美国 那为什么就是短短的这四天的时间 你们所有的关键人物 不管是金华城案 不管是你的政治现金案 你们这些人都要出国 所以橘子先跑 易小威跟着跑 然后他老婆也买好机票 要去美国 接下来就是柯文哲 等于说请假党主席 对啊 那所以检调才逼不得意想说 为什么这些人都知道 不要忘记沈青金 他本来也要跑 他是躲在那个楼梯间 后来还被抓出来的嘛 所以检调单位也会想说 为什么 你们哪有都知道 你们哪有都知道 你消息是哪里来的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接下来 检调单位他们有他们调查的 这个节奏跟脉络 但是也要防止所谓的消息的泄漏 好 易凤 之前有一条新闻就讲说 当时在办这个案子的时候 我刚刚讲的 你当然北检 你当然廉政署 你今天包括掉下去 大家都摸不到霍霍 因为这是大案子 这是一个跟赖清德表公的好机会 大家要冲进来 可是这个时刻有一个单位被缴卸了 这个哪个单位就掉下去被缴卸 掉下去被缴卸的理由说 你有可能情报外露的这个可能 所以呢 你把资料交出来就好 过去我们都讲检调 检调 检调 到后来我们都听到 检调就是北检跟廉政署 调查局被晾在一边 可是现在北极署有大动作了 北极署为什么有大动作 你说那是北检跟廉政署两个太废了 两个 一个只会只会办案 一个根本不会办案 所以调查局必须出来 那你说调查局出来 就会有新的进展吗 对 当初来讲的话 其实他们也是调查局 也是希望来办这个金华城的案子 还有相关的案子 可惜到了北检那个地方 最高的检查中长 想说不行 你有一些风气上的疑虑 为什么常常会有些风声跑出来 跑出来说 跟我没有关系啊 别人也会啊 他说没关系 那你把资料叫出来 所以那个时候调查局 讲了一句话说 我们想去跟人家靠航 都被人家赶出来 然后被赶走 然后资料被人家缴械给弄出来 弄出来之后呢 谁来办 北检指挥廉政署 而廉政署当初成立的时候呢 有人笑说连政署是调查局的二军 因为他们是述出的 很多人的状况 是从那边转出去的嘛 所以他们就觉得北检跟连政署 再加上那个时候郑明谦 是这个连政署出来的 他就希望说 从这个地方 我们一想一举打响这个知名度 郑明谦 也连政署是郑明谦的子弟兵 我想好好去扶植我的子弟兵 来打响这一炮 没有想到落赛了 对 所以那一次要弄下去之后呢 其实廉政署是非常非常有信心的 他觉得说 前半段的资料 调查局已经把它交出来了 我大概播析一下播析一下 大概就可以弄出一些东西来了 我补充一下 刚才讲的 你调查局是真的在前线办案的 调查局是花去养现名的 调查局是真的在底下给人家保诺的 那我们看到廉政署什么 廉政署就是以前我们讲的人二 人二就是专门在 政风跟人二 干嘛收集资料的 去这个时候打报告的 打扫报告的 会办案吗 我不知道 所以弄了半天 弄下去之后呢 发现检察厂也还问 每次都说快了快了快了 怎么都没有看到实质的东西 后来真的不行之后呢 还是只好把调查局给叫回来 然后调查局叫回来之后呢 用的又是北基组 就是现在讲的北部机动站 那时候有北中南东 这四个机动站都是最强的 其中北基组 就现在的北基站 才是强中之强 以前大家记不记得 阿扁的女婿赵建民 也就是被他们给办的 那时候他讲说 谁敢去办阿扁的女婿啊 那时候有个内线交易案 结果北基站一办 把他给办下去 而且把他送到牢里面去 那这一次为什么一定要调查局出来办 因为连政署看不懂资料 看不懂 然后呢调查局又故意整连政署 他没有把资料把它分析好 其实那些那些金流还有汇款往来记录 然后重点一件事情是说 你一个人的人格分析 其实调查局他从这一个人 他就有你的资料 这个人后面的好朋友是谁 然后呢他可能走哪些管道 前走哪些管道 那个是一整套的 你可以整个过去 但是他没有 他把你拆散了 你得到的就是一堆数据 你得到的就是一堆资料 然后呢连政署看了半天 滴哥到蔡德 然后往错的方向 当时调查局 我们讲所有的情报 或是所有的这个所谓的财务的资料 钱的资料 都在调查局上 你要我就全部给你 我如果全部给你 你根本不会消化 你根本不知道哪个地方弄在哪个地方 所以呢他们一度走错方向 所以呢查金流一度走到死胡同 看到了钱 怎么找不到钱的流向跟最终的终点 所以最后不行了 还是把调查局给叫来 调查局叫来之后呢 北基站来负责这件事情 这就要告诉大家一个重点 柯文哲不是只被办进华城案 他们把他柯文哲当成一个犯罪的主体 民众党呢 可能是协助这个犯罪主体的一些共犯 所以呢调查局办案就是这样子 我把你全部都圈起来 全部圈起来 然后圈起来之后呢 我帮你慢慢的吓吓吓吓 吓出哪里 你的问题不大了 我就把你一个一个一个弄掉 你到底有没有在这圈圈里面的话 你没看到每一个人 包括发言人 包括周玉秋 进去的表情 我觉得都不是很好看 你到调查局到北基站的脸色 绝对不会是像之前 许甫去廉政署的表情一样 你今天进去之后呢 你看到了 给你提示的一个证物 我觉得一定会有震撼到他们 调查局很恐怖的 调查局很可怕的 你一进去之后 一个大大的国旗 然后很肃杀的气氛 然后门关起来之后 砰 还有那个回音 我告诉你 今天他一去之后 他门关起来 还给你砰一声 对就是这样子 吓他们 那有没有效果 其实北基站 过去来讲的话 吓出来的效果都还不错 但是对柯文哲来讲的话 现在来说的话 又有金华城 然后现在找到民众党的话 还有什么政治现金案 那你要把它看成一个大案子 主体就是柯文哲 柯文哲身边这些人 其实都有可能作为他的左右手 作为他的帮凶 如果有钱 我们先讲退归万步想 如果真的有非法的钱进来的话 会不会到处流窜 每个经手的人 其实在调查局的掌控之中的话 你进到这个圈子里面 你可能就尬尬尬尬 就尬尬出来了 一个都跑不掉 那按照刚刚施松讲的 非常微妙就是 竟然在10月7号的时候 制药公司结束 制药公司结束 今天本来大家以为说 是因为10月8号 近周刊要报导局次即将出国 可是时据上不对 所以次从判断是因为 当时调查局进来了 北极署进来了 金流是真的在查了 而且是对柯文哲开始有威胁了 所以才赶快把制药公司给结束掉 制药公司 你要想他当初成立的目的是要做什么 制药公司成立的目的 就是要接手MOOC 所以呢 当你这事情 叭抗之后 当北极站进来之后呢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危险的地方 你前端会不会其实有什么作业了 所以你才急急忙忙 要赶快在这时候 把它shut down把它给关闭掉 所有的东西一定都是有原因 而10月7号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呢 一定是听到了哪些风声 柯文哲 到现在还有风声 一定有 如果你今天没有听到风声的话 其实简单讲 你在被办案的过程当中 不是你在办案 你是被人家办的过程当中 一动不如一进 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哎 风火让 风尖让口的时候 你一定要结束这间公司 你一定就知道说 红瞎来啊 红瞎来啊 这个时候 洞 不然就来不及了 武总 都什么时刻了 柯文哲还有内线 柯文哲还有消息 第一个哎 你橘子居然可以比 映小为更早一天跑掉 第二个就是 刚刚才提醒说 哦原来 不是映小为要跑掉 是连柯文哲的老婆 陈贝奇都已经买好机票 准备跑到美国 甚至整个制谣公司的结束 都耐人寻味 我们要回头去看 当时柯文哲跟蔡英文 见面的时候 谈了两个小时 吃了水饺 然后他带了周一休去嘛 对 对不对 然后相谈甚欢嘛 我要跟大家爆料一个事情 不是爆料 就是把那个有一个 遗忘的新闻跟大家分析一下 当时民进党的第一个版本 蔡英文主张的版本 对 就是游习坤当院长 黄珊珊当副院长 对 然后巴习合作 那当时的 那当天在谈的东西 就是蔡英文主导 然后柯文哲两个 其实不是在谈什么 未来的台湾 是谈立法院合作的案子 这个案子呢 虽然当时在新的 是副总统当选人 对 但是当时 他职务还是副总统 所以主导者 还是由蔡英文负责 对不对 而蔡英文是比较希望 游习坤能够接的 所以严习坤态度很积极嘛 看起来都一个人在积极 因为 所以两头马车 其实是不完全不一 不太一致的 所以那我请问你嘛 那如果当时的情况之下 是民众党跟民进党合作 主导这个立法院就是 那是代表什么 就是 绿白河 就是绿白河 国家安定联盟嘛 对 那就是绿白合作 所以当时的 柯文哲的心态 是快乐的嘛 所以他的太太 去谈这个春风什么晚上 晚风 晚风徐徐 晚风徐徐吹来 然后他的心情 看小宅 看宗宅 看大宅 那个是有条件的啊 因为当时他已经知道 不会有事了 不会有任何事情嘛 所以他才敢把钱拿出来 买东买西了 后来有 后来变了嘛 最后产生变化 是在520之后的变化嘛 520之后的变化很简单 他也吓一跳啊 他也吓一跳啊 因为柯文哲发现说 糟糕 不对了 这个已经赖赏出手 因为没有一个总统 在一天之内 换掉三大情治机关首长 对 就看见没有 调查局嘛 调查局 北检 警政署嘛 然后北检 不是北检 国安局 三个同时换 同一天换啊 对 我跟这个某一位 担任过高层的 这个警政首长的 这个地方政府的 这个市长谈过 他说中华民国历史 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一天换掉 一天换掉之后 第二天就开始动手嘛 柯文哲就动手了嘛 对 所以这个事情 第二点我跟大家分析 我们在谈 在谈司法对不对 都在谈证据 谈一大堆啊 在这边 蛛丝马鸡 每一项都依据司法的条件来分析嘛 对不对 但是你认为柯文哲是这样想吗 他不是嘛 他讲的是政治嘛 柯文哲要扳回这一层的 唯一的机会 就是搞政治嘛 搞政治怎么搞呢 就搞群众运动嘛 他现在无路可走 因为赖赏不可能跟他妥协嘛 现在两个人 没得谈了嘛 不可能嘛 因为很简单嘛 柯文哲如果这放出来的话 柯文哲比较大倍呢 柯文哲如果你跟他搞一个悲心罪 然后给他交保出来之后 他会不会退休了 会不会不搞政治 不会 搞到底啦 搞哪里 搞2028跟你干到底啊 因为你从现在民众党所有的动作 都是跟民进党干到底 今天不是讲吃和解饭吗 和解饭谁第一个兵斗的 民众党第一个兵斗的 这是很简单嘛 所以这个时候我告诉你 就是第三件事情嘛 现在整个民众党跟民进党的 政府的态度是 核战的选择已经决定 绝对的战争嘛 拉高态势全面作战嘛 那这是谁指挥的 柯文哲在里面 在里面直接指挥 柯文哲还可以指挥 他拒绝这一区的同时 决定作战嘛 作战的命令下给谁 透过律师的律舰嘛 律师律舰下给周玉修嘛 周玉修是关键的人物 周玉修是真正的柯文哲 可以指挥的动德作战的 作战的这个战术司令官嘛 对 所以周玉修的所有的这些作战 都是周玉修亲自到场嘛 难怪昨天说谎都不得不出来了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 那为什么这两天开始 这个北极主要进场了嘛 对 那北极主要进场了嘛 那北极主要进场了嘛 这个约谈彭晋升黄锦茂有重要吗 我觉得不重要啦 这个不重要嘛 垃圾时间假动作嘛 这样金华城案只有两个人而已嘛 一个人是谁 一个叫沈建金要咬他嘛 就金流要咬出来 就巨大金流 巨大金流要咬出来 第二个是谁 李文中嘛 李文中知道他前场哪里 我现在问题很简单 李文中跟周玉修两个对话 说210万 对 朱雅虎说我们小神很小 沈建金很小气 这个不好意思 然后他来什么 谢谢将军 那我现在问你 那这210万是到中央党部对不对 那到了柯文哲手上没有 谁能证明 一个人 李文中吧 那李文中现在他有 他如果证明这个210万部分的款项 到了柯文哲口袋 自人口袋的话 那他会变成什么罪 他变贪污资罪条例的共犯了 他要判10年以上到无期徒刑 李文中会承认吗 他就不会承认了 他当然不会承认嘛 那怎么办 因为承认的话 就算减免徒刑1 2分之1的话 李文中也要关5年以上 那怎么可能呢 那基本消费合5年 还有背信罪 那就不会招了 所以李文中不容易当污点证人嘛 所以因此你看 今天的办案方式 他绕过去跟你办背信 北极署进来办背信嘛 对 那背信让你先定罪 那背信地罪的木肯的4千万嘛 那这个什么 什么众旺基金会的 一年2千多 2千多花了不少钱嘛 这些叽叽歪歪的钱的一大堆东西 都是李文中经手嘛 所以先坐实李文中的犯罪事实 先定案有一个犯罪事实以后 然后再跟你谈判嘛 才有机会嘛 所以他从他案 他从这个 从这个背信案先突破嘛 先把李文中跟这个勾章起来啊 那李文中还有机会去咬这个柯文哲 柯文哲现在里面根本老神在在 他把他拒绝征讯啊 他干什么 他每天在指挥周一周去跟你干啊 跟你作战啊 那北极有没有压力 当然有啊 当然有啊 因为法务部的预算今天就不要想过啊 绝对不可能过啊 就跟你干到底啊 那他拼什么 他拼11月5号出来嘛 对 我要跟你讲一个坐牢的道理啦 我跟所有的观众分享这个事情 坐牢有道理的 当然有啊 看守所关的只有两种行情啊 一种是出不来一种出得来 出不来的人喔 没行情嘛 外面没朋友啦 没有抗争的啦 大家回家各自去找新老家啦 去找各奔前程啦 另外一个你有可能会出来耶 柯文哲现在给民众党的人 一个所有的途中 他会出来 他会出来喔 他会出来又怎样你知道吗 你以为不要想干 黄河昌你给我乖乖给我听话 不然黄河昌不听我的话 我跟你开除党籍啊 对 两年 那柯文哲除了民众党以外 他还有什么对抗筹嘛 没有呢 没有嘛 所以柯文哲是绝入一条嘛 跟他纯金盟嘛 所以今天如果柯文哲 11月5号拼出来的话 谁倒掉 可赖倒了 赖赏就倒了吧 就现在赖赏跟柯赏 两个人的对决吧 决死战 决死战嘛 决战朱 决战11月5号 就11月5号嘛 11月5号只要他能够 这个柯文哲只能出来 他就变大尾 现在大家都非常关心 橘子的这个去向 大家都知道他在日本 跟你说他在 他在日本的大半 那么事实上呢 现在连橘子的亲友 都有出来讲说 目前失联中找不到人嘛 失联 但我相信嫡系的 嫡亲的应该找得到了 就是有些周遭的 这些亲友说 好像他们找不到 大个大海关机等等 据我所知 台北地监署检难官 已经跟他联系上了 你们有发现吗 检难官对橘子的态度 比较客气 不过刚开始的时候 对朱雅虎也很客气 现在检难官呢 为什么对橘子那么好 因为我们大家 都开始在追橘子的以后 发了一个西文稿 曾经说 他是一个证人的身份啦 他现在请大家 不要妄置揣测干嘛 因为他怕他不回来 他怕他不回来 那你说他会不会回来 我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民众党的那些 不是地球人的火星人 他们都说 他是一个单纯的人 你懂吗 他是一个游学的人 他是一个 如果按照这样的讲 我就不知道 为什么不能回来 马上就回来 拜托给 台北到大阪 台北到东京 对不对 庆庆菜菜 每天班机这么多 飞机票也不会一两万 他的身价都几亿的身价了嘛 直接买上飞机票 两个半小时 就飞回台湾来了 为什么到现在 还有什么事情不能交代吗 你是证人 又不是被告 又也不会给你 讲白了 也不会给你收押近见啦 你就回来说明就好了嘛 那么简单官目前啊 有求于他 因为希望解密很多的东西啊 USB里面那么多东西 他是贴身的 为在强调 如果他们像这个 黄国昌讲的说 他是一个单纯的人 你黄国昌也好 你陈志涵也好 你吴宜轩也好 你黄三三也好 请问你有陪柯文哲 到新加坡去吗 没有 请问你有陪柯文哲 到日本去吗 没有 请问你有陪柯文哲 到陶珠隐约去吗 没有 那可是问题来了 橘子知道耶 橘子有趣耶 你知道吗 所以呢 现在对台北电视部署来讲 希望能够策动橘子自己回来 那你说有没有办法呢 让他这个等于到后来 不回来都不行 可以 根据护照条例的规定 只要把他的护照直接 用一个台北电视部署 用一纸公文 让外交部把它注销 通知日本 日本跟台湾的司法付出协定 是非常OK的 老师傅 我们昨天讲到那个角色 我想说一个小本贴 一个小小矮矮的女孩子 用什么了不起 没有想到他有通贴的本领 搞了半天 包括陈因素说要给的钱 都只有一个对口 都要给谁 都要给角色 那后来为什么检掉才发现 橘子的重要性 因为问了很多人 很多人都说 你这个钱怎么给的 怎么来怎么去的 都说钱都给橘子 搞了半天 他就是柯文哲旁边的猪油仔 他负责收钱的 负责收钱 你为什么可以得到这样的信任 你明明关系很差 你明明得到很多人 你明明得到处跟人家吵架 搞了半天 他是柯妈清点的 保洁 这个橘子呢 为什么他现在能够跑到日本去呢 因为在8月27号的时候 这个柯文哲305升的 听说现在给他400万日台币 就说你到日本去吧 听着 你赶快走 然后保管我那些钱 好 那为什么那么重要 宝杰 我们现在揭秘了 他是什么 他是整个科室政治家族里面的 那个非常重要的黑色会计师 你说那个是家族企业 没错 为什么这样讲 刚才宝杰讲到了 雷洛旁边有一个猪油仔 他是负责收钱的 也就是说 见到他就跟见到我雷洛一样 那你要什么钱 你就直接给他就好 你要这个或是我要什么 他就会跟你联络 所以听说呢 柯文哲每次带徐子余出去之后呢 譬如说见到这个 这个今天就在刘宝杰 以后我们要联络的话 下次呢 子余会跟你联络 就由他来跟你联络 那我们两个之间的联络窗口 就是由他来代表 以后看到他 就是他说的话 就是代表我的意思 如正亲临 对 听说呢 很多这个大老板呢 最后跟这个柯文哲见面之后 留下的联络方式 都是徐子余 所以就说徐子余变成是 他可能未来要跟 譬如说小沈的1500 搞不好是徐子余去搬的吗 今天不是谈到吗 就是陈寅珠不是给他300万吗 300万装房费 就是徐子余嘛 所以有时候说 先来徐子搬也是什么 他就是朱友仔那个角色 你要爱什么钱 你要付我 就由我来收 我收的时候呢 保姊 由我来分配 我们现在甚至怀疑啊 当初不是这个陈美琦 去存了ATM吗 搞不好那个钱 就是徐子余给你的嘛 那你去存嘛 他负责 在打点所有 所以为什么他一定要跑 保姊 因为他跟谁拿过钱 他都很清楚嘛 断点在他 或许柯文哲 他跟你说 我不猜啊 我不猜 但问题是他真的知道啊 因为是他去哪的 所以他跟沈金 难怪他要跑路 对假设他跟沈金金接触 他跟陈寅柱接触 他跟那么多的政治人物 接触那些黑帐 他都知道啊 所以如果他不跑的话 保姊 对于柯文哲来说 压力更大啊 这我就可以理解是 今天柯文哲刚刚讲的 你虽然以为我们都知道 政治人物旁边 都有些管秘账的人 都有些管内账的人 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过 政治人物把这个管秘账 管内账这个贴身的人 你先去逃出影园 你也带着他 你先去台商吃饭 你也带着他 你不管去哪 你都带着他 就搞了半天 你都带着徐子瑜 你都带着徐子 为什么这样子 除了刚刚讲到 你是柯妈要求 在你旁边当的眼线 你要盯住柯文哲的依许一斗 更重要的是 你根本就是柯文哲的窗口 今天所有的东西 就直接交给他 卢正清理 就当我的白手套 除了这个 当他白手套一个角色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 我刚才不是讲吗 他们叫柯氏家族的 政治企业 这个企业体 看起来表面上的负责人 好像是柯文哲 但其实背后 有更大的操控的 这个黑手在那个地方 那个我们怀疑可能是柯妈 为什么这样说 保险一下 整个柯文哲在竞选的过程里面 柯妈讲的话 不会比柯文哲 也是讲的蛮多 什么一大堆 我们孩子 中国才一 就双中头 什么讲了很多一大堆东西 好那你知道 为什么我们说 他搞不好是幕后的超红黑手 说真的 柯文哲说他从小 就是很听妈妈的话 你觉得到现在为止 他还会不会听妈妈的话 你都几岁了 抱歉 妈宝就是一辈子的妈宝 真的假的 当然是这个样子 母亲永远是最大的一个状况 要是就每个男生的话 你只要是妈宝 大概就会这样 好 那我们讲 为什么这个徐子瑜 都要这么重要 因为徐子瑜 就是他妈妈派来的人 他妈妈 他会不会把所有的事情 报告给他妈妈知道 所以我跟他讲 徐子瑜知道的事情 柯妈搞不好都知道 所以你讲到 现在很多的金流 看起来整个总会的地方 会留在哪里 会留在徐子身上 代表说 对于柯文哲的金流 两个人最清楚 一个李文中 一个就是徐子 如果今天徐子 知道的每一笔账 柯妈会不会知道 他就有可能知道 李文中知道的 可能就是后续分配 比如说 徐子这个徐子 拿到了钱之后 要分配什么 可能我给 PASS给李文中 PASS给李文娟 但其实他是真的 那个重要的苏鸟 他就是那个苏鸟 今天为什么 柯文哲三令五声 赶快 你一定要跑 一定要跑 因为他太重要了 他如果回来讲出了 他当初跟沈晶晶见面 假设有跟沈晶晶见面 然后跟谁拿钱 跟谁拿钱 完全都拼狗了 所以他一定要跑的原因 就在这个地方吧 不是昨天在点出 这个名字的时候 我就想 每一个小盆地长 这个小小的 你有什么通点本事 可是刚刚讲的 尊敬地长 陈一鲁可以说 你要300万 300万就给你了 给你什么 小弟轻轻的 就是给橘子 代表我们知道 所有的政治人物里面 都有个窗口 这个窗口 它是非常特别的 这一定经过认证的 这一定是大老板 带着这个窗口 跟两个人对好 说 这以后我自己人 这以后可以信你 这以后就交给他处理 没有想到橘子 是扮演这种角色的 对 每一个政治人物 或是每一个大咖旁边 都会有一个非常重要 见到他就是如见我 对 因为柯文哲 不可能自己去拿钱 对 所以我就知道 事实上举子 就是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 所以你看 今天不是媒体 又踢爆了吗 就是原本的陈英柱 要给他300万 后来就是有一个 他的左右手 事实上 跟徐子瑜两个接触 所以两个人 都是有一个左右手 然后互相接触 对 通常这个大咖人物 都不会直接碰到 那这300万 就用这样的方式 来解决 来这个 来这个交易的一个状况 好 那讲到一个重点 对 因为之前我就想说 如果柯文哲没有白手 柯文哲你好歹也是一个 第三大党的党主席 你好歹也是一个 这个台北市长 是 你如果自己去拿钱 对 也太难看 对 果不其然 对 好 那你知道 徐子还有一个更奇怪的 保贁 我们现在不是开始 今天不是约了中央基金 为所有的员工吗 现在开始在查 所有的金流 保贁 我们也赫然发现 其实橘子本身 他有捐给柯文哲 政治现金 真正现金都是橘子 捐出来的这个政治现金 那徐子瑜 徐子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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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出去了 可能问题是他捐了30万 可是问题是他 在这个柯文哲的竞选的话 他只有29万的这个 年纪七年的这个薪水 才这样子而已啊 这么低的薪水 结果他捐了这么不成比例 搞不好他也是一个负责洗钱 就是我可能 要欠个人头 我也当个人头 这样捐进去的一个状况 所以你看他的这个重要性 绝对比大家想象中更多 而且现在媒体爆料啊 说他很嚣张跋扈啊 听说保贁 听说他曾经还在办公室 吼叫过柯文哲啊 柯文哲也是很听他的话啊 吼叫柯文哲 所以为什么我们就说 他绝对不是只有 柯文哲单纯的信任他 柯文哲当然信任他 因为他扮演一个 这个所谓白手套 所以你是说 如果只是单纯的上下属关系 只是因为柯文哲 单纯的爱才信任 这个举止绝对不敢嚣张到 跋扈到 去吼柯文哲 代表他背后有一个更大的力量 对 所以现在传出媒体有爆料更多啊 说他们带着这个实习生 也在这个市长室里面嬉闹啊 柯文哲都不会怎么样 为什么表示他是真的非常重要 你才是老奴啊 对他可以压过 就是柯文哲都要进他三分嘛 那为什么要进他三分 显然他背后的人更重要嘛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是这个 这个企业就在这个地方 好 那除了企业在这个地方 因为现在有越来越多 很诡异的事情发生 保险我们现在就开始怀疑 举止就是这中间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枢纽 对不对 他把钱给李文忠 李文娟 甚至把这个钱给陈佩琪 甚至他怎么分配 分配到包括说像科家子女 冷钱包还有海外照 搞不好都是由他来主导的一个状况啊 对不对 所以来说你从这些蛛丝马迹 你看从徐子瑜这样一个角色 他明明 后来他不是跟科文哲也发生了不愉快吗 那为什么 那既然这样的话 你老早就跟他赶走嘛 为什么 因为上面还有更大人在照着他嘛 所以看起来的话 就是一个整个科斯的这个政治家族里面 然后这个徐子瑜 就是扮演那个会计师的角色 那如今这个会计师已经出逃到日本去了 好 吴董 在我们节目里面有两三个月前 你就会讲 找局势 找局势 为什么没有约谈局势 我想说局势是谁 就算一个小秘书 我们跑那么久的政治 每个大人旁边都有一个小秘书 这个小秘书这么重要吗 搞了半天 他真的很重要 而且他真的感觉吼柯文哲 而且你说柯文哲在开会的时候 时间到了 一般来讲我们时间到了 秘书早把门打开 秘书静悄悄地站在旁边 大概大家就知道了 他就会 如果真的不行 他会去看看手表 你说局势一进来 直接跟柯文哲讲 阿伯 时间到了 我想起见局势跟他 我是他的好 就是他们同为幕僚的时候的一些故事 跟大家介绍一下 你刚刚讲了一点 他就是他负责管这个行程 管行程 外宾也在 外宾在里面 然后他就冲进去把门打开 就叫 阿伯 时间到了 这个不礼貌 柯文哲听完的反应是什么 是什么 马上站起来 站起来时间到了 散会 他全部都傻眼 突然就变散会了 讲了一半是散会 就是散会了 这很不礼貌 我再强调一点 我算了一下 因为我跑柯文哲 跑这个民众党 真的出乎我过去所有的经验 跟这个想法 我跑了三十六年的记者 我没有听过这种事的 这只是小菜一盘 还有后面 还位置的这个样子 第二点 因为他后面 在这个市场市有很多实习生 实习生后面都有背景 那他带来实习生 就是刚刚市从家在里面喜闹 在办公室里面玩 闹吃东西 吃东西的时候 那些小鬼 看如果买了这个 买了红茶 买了这个泡沫红茶 就直接也不管柯P 里面是不是有客人 就冲进去 说阿伯来 这个红茶给你 那个市习生都是公子哥 冲进去 这么没有规矩 从都没有规矩 那柯P讲的就是他的军机要地 他的军机处 然后再讲第三件事情 举止的事情 台北市政府跟澎湖县政府 要交流 结果突然间 两边总务要对口 对不对 突然澎湖县政府的总务 打电话给台北市政府的总务 说 有一个许小姐打电话来 说要放她的桌牌 我们没听懂 她把我们骂了一顿 举止 她是谁行 她要放桌牌 打完大背 这还没关系 再讲一个 她的一个另外一个灵性幕僚 知道吧 同回办公室灵性幕僚 也是她的核心人物 打电话就帮柯文哲安排了 跟杨文科县长碰面 杨文科讲第一次碰面 第一次碰面之后呢 然后你知道柯P怎么干吗 柯P就告诉杨文科 就告诉他下一次 下一次 我们安排这个见面的话 橘子安排 结果搞杨文科干嘛 你知道吧 杨文科就打电话给这个林姓幕僚 你是离开台北市政府 怎么窗口变了 我还是在这边干的 她不知道她被换 她的窗口已经换掉了 对 就换橘子了 所以橘子嚣张不得了 但你昨天不是讲说 就是因为橘子到处吵架 被柯文哲赶走了吗 人员超坏到处骂人 她不是吵架 你都搞错了 她不是跟她吵架 她是骂到处骂人 骂人 但是她到了禁总之后 选举完毕了 你知道吧 就开始就发生一些事情了 就好像橘子对某一位 对某一位同仁的印象非常好 那这印象好的同时呢 他们某高层也对那位 这个那位小姐印象非常好 所以搞得橘子结果被赶走了 赶走了 看起来是橘子踩到铁板 被改出门 好 所以淑慧 我都不可以相信 居然在台北市政府 有这一号神户 居然力能通天 居然刚刚讲的 连阿伯都可以教训 阿伯在开会的时候 你过去也当公共不了 怎么可能说 老板在跟外宾开会 门这样蹦进来说 阿伯时间到了 因为现在看起来 橘子有两个身份 一个是柯妈的监视器 监军 他真的是柯妈监视器 对 看有没有什么不轨的人 要接近我们儿子 派人要把我们儿子接近 还是我们儿子太听什么的位 譬如说之前有一个 柯市长以前的顾问金主 他就跟我在那边讲说 柯妈很聪明 很聪明 知道黄珊珊 柯温泽跟着泰然 太听了黄珊珊的话 叫橘子要顶着 去日本的时候 去年柯温泽的选举 不是有去日本吗 说叫橘子一定要把 陈佩琪要拉去日本 只有黄珊珊 只要有公开画面 就要把黄珊珊 隔到三不远以外 那个顾问还跟我讲说 不相信你去看照片 他们访制的照片 黄珊珊一定都被隔得远远的 然后他边讲我就边Google 因为我不认识橘子是谁 我还问他说橘子是谁 然后他就说 就是远房亲戚 要叫柯温泽 叫阿姨的 换算起来 对 他要叫他表舅了 叫阿姨的 就是柯妈妈 放在柯温泽的旁边 把他勾住 连一都不知道橘子是谁 我不会去注意柯温泽下面 市长室的那些助理 对我来说他们的职等都太低了 那当然我们看起来 柯温泽是把他保护得很好 为什么 因为柯温泽市长室的人 现在看起来每一个都恰恰恰 不管是陈志涵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人 我们都认识 但是橘子这个人 外界觉得很低调 要不是这一次出来的话 其实没有什么人去注意他 如果以他在柯温泽身边这么重要 现在去爬梳 柯温泽几乎连出访到海外去 都会带着他 到新加坡去参访也带着他 跟中国 他有一次柯温泽在市长室 也不是被抓包 跟中国的企业界吃饭吗 跟台装吃饭 也带着他 然后去访日也带着他 去逃宗饮员也带着他 所以这样的人居然说可以低调至今 只有一个可能就是 他身负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所以柯温泽家人要保护他 不让他曝光 然后所以他可以扮演所谓的白手套 你如果扮演白手套的人 然后在外面很招摇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他今天柯温泽也白手套 那这个手套大概一天就要脱下来了 那我刚刚看新闻 就是有一个网红视察 爬树到一件非常奇怪的事 在2022年的同一天 8月3号的这一天 他们家祖孙三代 各捐30万给柯温泽 从外婆到妈妈到橘子 三个人祖孙三代 同一天捐给这个柯市长 郑宠儿杜翠玉根 徐子瑜三个人 要嘛就是他们家非常有钱 要嘛又是一个人头 我们知道威京的人头是怎么样 是威京集团透过旗下的人说 你们帮我把钱捐进去 让他合法化 看不出我省境金的身影 那柯温泽下面是不是也有很多人头 把他身边的现金说 你们帮我把这些钱捐进政治现金 现金账户让他干净 因为我们看到一些都是柯温泽的下属 但是下属都要来捐款来进贡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譬如说陈文中 我从来没听过 谁户要捐款给市长 而且还捐好捐满30万 譬如说张哲阳也被约谈啦 张哲阳是以前市政府 被柯温泽提拔的秘书长 后来卸任以后 也被柯温泽找到民众党 好像是第一任秘书长吧 也要负责捐款 然后再举止的祖孙三代 也要捐款 他的表姐 他的表姨妈 还有他的表外甥 全部三代在同一天捐了将近100万 三个人就90万嘛 那这些人真的都是从自己口袋 拿钱出来 还是柯温泽身边有一堆现金 需要有人头挂名 帮他捐到政治现金账户 把他洗干净 我们不知道 但是问题是 我从来没有听过 青青五十都要捐钱 我的表外甥女也要捐钱 我的随护也要捐钱给我 我的秘书长也要捐钱给我 你不给他们钱已经够夸张了 要这些人捐给你 所以当然橘子的角色 到底只是收发的 钱我去收发的 还是说现在说的 他还有管账 我不知道 但是大家想看 如果他现在真的是 滞留在日本的话 那这个就很有趣了 北姐已经证实他是证人 这个证人 第一个传唤了没 我们不知道 还是传唤未到 我们不知道 但是为什么到日本去 人家说柯富瑶在日本 以外柯文哲的前市长室的主任 谢明珠昨天也被约谈 那谢明珠本身也是知日派 清日派 他过去还是什么 什么日本语文学校的副校长 还是台日文化交流协会的 什么副会长之类 所以 而且谢明珠昨天自己 在接受媒体访问 他也是被橘子赶走的 对 我们不知道 这也太厉害了吧 如果连他都被橘子赶走的话 那我觉得橘子的权力 真的是比当年的蔡壁如还大 因为大家知道 谢明珠的角色是蔡壁如的角色 而且谢明珠扮演很多 就是帮柯文哲引荐 政商关系的平台 如果他都不敌这个外甥女的话 我只能说 要么就是柯文哲给他很大的权限 要么就是柯妈给他一个叫做 先斩后奏的钦差大臣的权利 对 因为我们知道说 柯文哲的家族 老家牛 当牛在做主的 这个当牛就是柯妈 所以柯妈派遣下来的 举此是什么时候就进到柯文哲旁边 是柯文哲在当市长的时候 就先用基药组 社会局长的基药身份 先把它藏在社会局 然后借调到市长室 最后才证明到秘书处来 对 所以花了那么多的工夫 要把他埋到市政府去 埋到柯文哲的旁边 我相信他一定有非常重要的角色 今天同时被约谈的还有一个人 叫周芳如的 周芳如是谁 周芳如是柯文哲 第一次竞选总部的主任 也有经手过钱 更重要的其实是另外一个身份 他是李文忠 在捷运公司董事长的秘书 等于他 他这两个人非常熟悉 不过也不知道 今天我会对局势开始感到好奇是 因为找到了我们家里这个文人的陈银柱 陈银柱给了三百万 给了三百万就是给装潢 给了谁 他的对口就是这个局势 我才发现 你居然可以跟陈银柱对口 你居然可以拿到陈银柱的钱 那就表示你的角色非同小可 可是更不要是 今天传说 你说 以你对陈银柱的了解 今天柯文哲连三百万都要 或是陈银柱拿三百万给柯文哲 根本就是打发柯文哲用的 陈银柱在全台湾 我不要讲说什么嘉义县市而已 全台湾只要跟这个博弈相关产业的 甚至只要有在这个社会走跳的 对 大家会觉得陈银柱三百万对他来说 叫做什么 叫什么 骨头的鱼肉肉你敢知道 鱼肉肉 那个已经算是很蓝山很蓝山的 好不好 他的三百万等于我的三块钱吗 对啊你要想他以他的资产的结构三百万 结果咧 柯文哲竟然连三百万都要 我说这个三百万叫做什么 羞辱柯文哲的金额啊 他没有想过说 派一个他的特助 他连自己都懒得出面 他想说要拐去三百万 给他去处理啦 所以今天的江湖传言就是真的 就是柯文哲一直说要去跟陈银柱见面 一直要去骚扰陈银柱 陈银柱觉得非常不耐烦 三百万拿去啦 对啊 所以现在网路上面有一个梗图嘛 他说这个橘子的角色叫做什么 丐帮里面的叫做什么 奉命起实啊 奉命起实 就是以前那个周星驰 有没有 对 奉命起实 有一个电影嘛 他不是拿着这个金牌嘛 上面有一个奉命起实 这是一个字 贤谁的知名 当然是柯文哲嘛 不然以橘子这个年纪 对 年纪轻轻的 他哪有办法去见陈银柱啊 就这个封命起实 对啊 就是这个啊 这网路上面最夯的梗图啊 对陈银柱来说 这三百万 我告诉大家 根本就是没有把柯文哲看在眼里 你知道吗 让什么抗争嘛 对吧 第二件事情 其实举止 这是两个问题 我们外行人也觉得三百万很多 第一个 以柯文哲这种抗争 你就给人家拿三百万很丢烈 第二个是 今天陈银柱如果给你三百万 那是看你没啦 对啊 这个就是这样子 他觉得说你这个 用一个很烂的理由 他说民众党要装修 要装弘 我跟大家说 装弘这个事情 你柯文哲是不是用同一个理由 去跟很多人 要这个三百万 真的假的 对不对 不好意思民众党要装弘 没钱 所以你们赶快来捐给我 就乱枪打鸟 看到底谁要捐嘛 那陈银柱听了 所以你说对于我们 柯文哲文的大事 有钱就好 我跟你说 今天民众党的这个 台南市的前主委 叫做蔡婉晴 她说她私下 有去问过民众党内部的同仁 她说 你们这个中央党部装潢 花三百万喔 她说哪有可能啊 我们这怎么可能要花三百万 连你们内部都觉得 没有花到三百万 那我就 有中红 那我就问啊 那你用这个理由 去跟人家要了三百万 那钱到底跑去哪里嘛 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个陈银柱 现在 他昨天被检调调查 那出来心 一定很不错 她说第一个 我现在已经那么低调 对 对不对 你一个柯文哲 才一个区区三百万 害我被全国的媒体这样子关注 不是 我觉得很难看是现在确定说 那个三百万就放在USB里面 也就是说 我给你三百万 我是帮你打发 那我要蓝三级 结果你把我记住 对 所以 你说有什么他要记住 龐杰哥有个概念喔 今天我们如果是 合法政治现金 帐上都有登记了嘛 都申报了嘛 那USB里面为什么要记住 有可能就是 收到太多嘛 收到他自己怕忘记了 你知道吗 所以才要一笔一笔记下来 那这些大老板在想说 我就是想要省得麻烦 对 你不要给我记住 结果柯文哲你还给我出事 我也没跟你要发票 我也没有跟你要收据 给你就给你 你给我给我记住 你这不是在害我 不然你这就是什么 对不对 所以映祖大 现在一定放火堂 好 所以余杰 真的耶 现在大家 他把他都惹毛了 而且我觉得里面真有些 我本来都没有想到说 你知道以前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牛哥 牛哥是写漫画的 画漫画 可是他是等于说是间谍小说显得最好的 他说间谍有一个特色 间谍不是 我们以前间谍长得又高又大都不 间谍就是在你的眼前走一遍 两遍 三遍 四遍 你都认不出这个人 他就最好的间谍 我觉得 欸 许一诗就是最好的间谍 如果这样的女孩在我的前面 你走一百遍我都不会认得 就没有想到 他扮演这么重要的角色 本来其实我也有跑过柯文哲了 我也从来对这个许子瑜没有印象 他就算在你前面走十遍你也不会有印象的 但我后来发现一件非常惊人的事情 你知道什么吗 就我跑去查 以前柯文哲所有的采访通知 特别是2019年那些 保雷哥你知道发现什么吗 什么事 每一个上面都有写许子瑜 只是你没有注意到 就是一直放在你眼前的答案 但你从来没有注意到 牛哥在写间谍小说的时候 我都听不懂那什么意思 最好的间谍就是荒来荒来荒来荒去 你认不得他 就长这个样子的 对 那时候大家印象说 找发言人啊 比如说找小牛啊 各式各样的人马 大家都耳熟能响 但偏偏徐子瑜放在你眼前 你完全不会注意到 但他随时都在柯文哲身边 在第二件事情 柯文哲为什么一定要找他 我跟你讲柯文哲又不是没有亲戚 你今天说真的要找亲戚 找认识的 找更能信任的 多的是啊 为什么一定要找徐子瑜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 他根本就没有朋友 对不对 那当然最后柯文哲也跟他闹翻了 这是另外一回事情 在第二件事情 他讨人厌 在第三件事情呢 我们讲了 你根本不会去注意到他 所以他符合了 作为一个间谍 我讲间谍今天不能长太帅 不能长太漂亮 对 否则就会惹出事端来 所以屈子瑜就是完美人选嘛 所以他是柯文哲选了半天 最好的兼军人选 对 而且再来喔 这是柯文哲清点的 柯文哲清点 那个时候其实坦白讲 柯文哲一定要招单全收吗 也不一定嘛 对不对 柯文哲看了之后发现说 这个人这样 不错不错 你知道为什么吗 刚好这个特性 适合来 不只是他当客妈的间谍 保抖哥 你想想看 许子瑜是不是 他也能够代替柯文哲 去监视所有 市府上上下所有的人 这才是最重要的重点嘛 我们刚才是讲说 他白目 我们说他爱怎么样 就怎么样 那请问一下他是不是 每个办公室每个局宿 爱跑哪里就跑哪里 真的假的 对嘛一定是这样子啊 你根本就拿他没轍啊 大家就觉得 啊这小孩做啦 小孩做的 白肉啦 但不对喔 那请问一下 在他跟柯文哲 两个关系还好的时候 他会有把这件事情回报 当然会 不过我问你 他凭什么倚仗嘛 今天他就是一个 我们讲二十几岁 三十几岁 出头的小孩子嘛 他凭什么倚仗 他所挂的职圈 你说社会局 就算大家知道 他是柯文哲的 他就是我们讲的 相关的 他只是一个秘书耶 管行程的喔 他弥面上只是这样子喔 那各局应该 每个人都去跟他投啊 对啊 台北市公务员 最计较的啊 不符规矩 对不对 马上去跟柯文哲投嘛 那为什么没有人这样干 因为全世界都知道 他背后就是代表柯文哲嘛 那最后他跟柯文哲之间 是为什么 我们讲的闹翻了 因为理由很简单 陈也是他的个性 拜也是他的个性 最起初就是什么 他跟这些我们讲的局处 全部都处不合 大家都讨厌他 然后又白目 然后问题是 他有带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喔 实习生 保安哥你知道 所有整个台北市政府的实习生 都是由他处理的吗 那你想说 这个习生有什么大不了 你错了 你以为柯文哲这个人 假当假题 随便来他给你实习啊 是什么啊 大学找来了吗 都不是 全部都是财团的二代三代 所以你就搞懂了嘛 徐子瑜是什么身份 他是这些二代三代 管控他们的一个好好班长